日前林志颖正式以导师身份加盟安徽卫视超级演说家节目参加了首期节目的录制 与其他三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导师鲁玉、李永乐加相比 林志颖坦言,此次担任导师是来学习的 他也表示希望通过超级演说家这个平台挑选出下一个中国最会说话的人 作为评委的林志颖虽然在节目录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认真聆听选手的演讲 但偶尔也会卖萌,轻缩一下现场的紧张气氛 因一位选手谈及自己的婚礼情况,小智也有感而发 一改以往沉默是今的习惯 林志颖表示,她的婚礼并不会过分豪华 也并非世纪婚礼,只会请50名至亲好友并且不对外开放 但她承诺到时候会发出一些婚礼照片与大家分享喜悦 在节目录制中,林志颖在谈及生活及工作的分配时 畅谈了她做父亲的感受 表示对于儿子小晓智十分内疚 由于工作的原因,错过儿子很多的第一次 林志颖在现场就感叹说 错过她第一次会爬,错过她第一次会叫爸爸 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场面,很可惜,没能亲眼见证 酷六,娱乐新闻问您,整理报道